说梁家辉为什么了不起呢 我还拿黑社会老大举例子 你看啊 梁家辉演过多次黑社会老大 比方说有个电影就叫黑社会 他里边演的黑社会老大叫大帝 这个人呢 怎么上来的 就是打打杀杀 印象更深的 港台合拍那个片子叫黑金 他里边演的黑社会老大周朝鲜 这个周朝鲜是怎么上来的呢 跟他说吧 他周朝鲜是属于那种啊 比较有心机 善于钻影的 所以他身上带有一些油滑气 带有一些老狐狸的气质 可同时呢 他也有打打杀杀 所以这个人物身上呢 就非常复杂了 一方面呢 他有着正客的那种狡猾 他本身是有身份的人做生意 还有那种端着 那种阴险毒辣 人面兽心 一点都没辣 你看我们看过这个电影的朋友 记得有那么个场景 就是周朝鲜呢 给大伙气场 找大家商量 要用非法的手段 把一个工程拿过来 一边倒查一边跟大家说 我想我们不要互相之间斗 我们要联合起来 大家都算是实力派 但是我呼吁大家有团结 如果各有各投的话 到最后让你投到怎样 我希望大家合起生财 共同把这个共同的原载上一个说好 他提出了一个怎么分配 自己怎么占便宜方案 到晚场 好 我问大家一句 谁赞成 谁反对 我话讲完 谁赞成 谁反对 这个时候的霸气体现 不容置疑的 谁赞成 谁反对 结果有一个不同意的 我反对 我反对 在大家还没反应过的时候 文质彬彬的 显得很有身份的周朝鲜 突然间起来 一嘴巴 摔飞了之后 他干个什么呢 这个动作特别细 动作屎大了 这西装领带有点歪了 正正领带 正正西装 还吐一口 就这时候迅速恢复到 那种人面兽心的状态 就这个戏演的非常细致 就周朝鲜这样一个 还有身份的黑社友老大 怎么把他骨子里这种 嚣张跋扈 阴险 以及表面上这种 还端着的劲儿拿出来 所以这个戏他演的真成功 今天你是故意搞破坏的 是谁知情你的 我来干你你啊你 你再看后来有个片子 叫江湖浩吉 他里边演一个黑社友老大 叫任饮酒 这个人跟别的黑社友老大 不一样 显得放浪不及 纵红江湖20年 仇家结的很多 你看他疯疯癫癫的 说跳舞 跳舞 说开玩笑 开玩笑 这里边梁建辉就这么解释 说这个角色呢 他应该20年混江湖 都看透了 人生如戏 他也就是逢场作戏 所以他显得非常洒脱 还有点疯疯癫癫 其实是大致若鱼 所以你三个黑社会老大 这大致 周朝鲜 任饮酒 都是黑社会老大 你看完之后 各个现物 每个都完全不一样 难得的是 这三种同一类型 不同性格的角色 梁建辉把它把握得这么完整 这是好角 这是真正的好演员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明镜需要的支持明镜